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William Wild的Photofocus系列 就是這一個系列啊 特別是粉底液 在YouTube上面現在非常非常的紅 就很多人都在說這一罐很好用 那我這個是前陣子從美國買回來的 這三瓶我都已經用過了 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試在臉上實測一天給你們看 然後 我現在穿的是浴袍,我沒有錯 因為這幾天寒流真的很冷 尤其我住在淡水,非常的冷 所以我很冷的時候我就會穿這個浴袍 這是在Costco買的 很軟很舒服 就很像穿一個棉被在身上 那如果你有想要居家防寒衣物的話 浴袍真的超棒的 好,因為我等一下又急著要出去啊 所以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先試在臉上給你們看 先試用這個是遮瑕膏 它遮瑕膏長這樣 就一樣是Photofocus系列 那我遮瑕膏用的色號是 841B 它上面寫Light 斜線Medium Beige 嗯,基本上算是中間色 我會買中間色,因為我買不到淺色 架上就是空空如也 我就找到唯一這一個是 離我的膚色最接近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 那實際用起來是也OK 那我遮黑眼圈我習慣在底妝 就粉底之前遮黑眼圈 所以我先來用這一個 一樣拉近給你們看 塗遮瑕通常就是 如果遮眼下的話 就是在這邊塗一條 然後我都習慣在粉底之前 先上遮瑕 反正就是 每個人上妝的習慣不一樣啦 接著再用BB蛋拍開 然後你們看一下它的遮瑕力啊 我覺得很誇張 就是它已經到我覺得算是 中高度遮瑕囉 就以我的黑眼圈 有沒有看到 我就這樣一條拍開 就幾乎全部都遮起來了 你看這邊遮過的 這邊沒遮的 沒遮是這樣 遮好就什麼都沒有了 而且它不會乾 你看我眼下啊 是這邊有幾條細紋的 這個細紋真的很惱人 然後它常常會遇到乾的啊 它就會卡粉的 卡得很兇 然後還會自己再長直的 紋變成蜘蛛網那樣子 那這個 它就不太會乾 算是目前我用到 開架最喜歡的遮瑕膏 然後 通常我就是鼻子 會順便遮一下 下巴有一些 紅紅的會遮一下 好鼻子也紅紅的遮一下 好我現在是一大早 現在八點多 所以我臉都有點水腫 你們可能會覺得我今天怎麼看起來長長不太一樣 那我長到水腫鼻子都會圓圓的 然後臉會很腫 好 你看這邊是遮瑕過的 遮瑕過的 然後這邊沒有遮的 我覺得眼周差最多 這個才大概200塊的遮瑕膏 我這樣子的表現我覺得超嚇人的 接著我來把 這邊的遮瑕快速的 補上 因為我等下又幾早出門 所以我沒有太多時間講解 然後像如果你買得到兩支啊 就是這個遮瑕 你如果買得到兩個色號 你可以買兩支 就一個像我用深一號 塗在這邊遮黑眼圈 你可以再買一個是冰眼膚色前一號 塗在這邊 提亮你的那個 淚鉤啊 蘋果肌的地方 你可以用深淺搭配 那因為我買不到 所以我只能買到遮瑕的顏色 好遮瑕都遮好之後 用粉底 粉底我用的色號是 Soft Ivory 它是 算是 中間偏淺色 它沒有到它們最淺 可是我覺得以 我們平常 用中間偏淺色的差不多了 像我用Armani的粉底 都是用最淺色二號 那這個我是用到 它們中間偏淺的 那我 它裡面就有這個棒棒很方便 直接 這樣拿出來 它就沾了粉底 不像那個Maybelline的Find Me 還要 用倒的啊 或是用怎麼沾的很麻煩 那我都是這樣子 抹在手上 然後再點到臉上 輕輕的這樣拍一下 接著再用我們的BB蛋拍開 然後有人問我說 這個粉底是霧面還是光澤 我覺得它不霧也不光澤欸 就它不是我們平常 認知裡面的霧面或光澤 它就是一個 中間值 那我覺得以我的皮膚 因為我的皮膚本來就是 保養到比較有光澤才會上底妝 才會上底妝 那以我的皮膚來講 擦這個啊 它會變成一個 磁光 欸 一直打噴氣 它會變成一個磁光 就看起來好像 有一點微霧光澤感的 那種樣子 這樣 跟我還沒有上 你看我本來的皮膚就是 這樣子很有光澤的 再加上這個就會變這樣 那如果你本來的皮膚比較沒有光澤 你也想要這樣子的妝效 也可以加一個光澤的妝前乳 就一樣可以有這樣子的效果 然後它的遮瑕力啊 跟修飾力 我覺得非常的好 你看我剛直薄薄的上一層喔 可是我這邊雀斑啊 我覺得至少有 遮掉五層吧 然後整個修飾力 還有那個皮膚 上上來的質感 它的那個 算是很清透的妝感 可是它的修飾力 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如果你希望你的皮膚看還在無暇一點啊 像我這邊有雀斑 就可以再重複疊擦 還有這邊有一些血管跟痘痘的印子 可以再這樣子重複疊擦 它的這個遮瑕力啊 是可以堆疊的 但你重複疊擦也不會 就是什麼 卡粉啊 厚本的感覺 它的清透感還是在 然後遮瑕力可以 然後遮瑕力可以 就是大概再提高到有 六七成吧 這樣子 看一下 可是它的那個妝感我真的很愛 就是超級自然的 然後這邊是還沒有上妝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因為已經有些人做遮瑕 所以你們可能比較看不出來的差異 可是你看我這邊的泛紅啊 我臉頰很容易泛紅 這邊都修飾掉了 然後整個膚色不均的情況 這邊也都修飾掉了 然後它不會 吃掉我臉上的光澤 會給我一個 很夢幻的 微霧桃瓷光這樣 好那接著我就直接先把 全臉的底妝都上好 好 全臉上好一層啊 接著如果你就 很執著於遮瑕 像我下巴真的 這個硬在站 你就可以用手 來 或者是用遮瑕膏啦 我通常比較懶 我就直接 再疊粉底 然後我也不是很重視斑點的遮瑕 所以它沒有 完全遮住 我是不太介意 就大概再遮一下 這樣子 拉遠一點 你看 有沒有看到這個底妝的質感 不會厚粉喔 它真的不會厚粉 但是它會讓你的皮膚 變得很美 二 剛剛忘記講毛孔的修飾 我毛孔本來就不大嘛 可是它把我的毛孔變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毛孔修飾力還不錯喔 就我毛孔真的不見了 我自己都找不到我毛孔在哪裡 完全看不到毛孔 然後 鼻頭的那個粉刺啊什麼的 也都能蓋掉 它就是它對於皮膚質感的那個修飾力很不錯 好接著我要來上他們的粉餅 他們的粉餅也很令人驚豔 我覺得這一系列真的很誇張 它 可是它雖然是粉餅啦 但我覺得用起來比較像是蜜粉餅 它沒有什麼遮瑕力 然後 這樣 抹在手上會覺得 好像沒什麼東西 然後你看喔 就很清透 非常非常的清透 沒有遮瑕力的這樣 可是它上到皮膚上會有點修飾力 然後定妝效果不錯 然後最厲害的是不會乾 因為我用開架的粉啊 十個有九個半都會乾 這個完全不乾 然後它上上來做定妝的那個 妝效非常的漂亮 一樣刷給你們看 然後我最近很喜歡用這個 Sephora這個大刷子 它是他們的 九十一號刷 我都用這個刷子在撒蜜粉 它是粉餅我都當蜜粉用啦 它的長這樣子 然後 我的色號是 Warm Light 色號在這邊 那這個大刷子我用法啊 我都是這樣子在臉上滾 然後你看它是 超級清透 它寫Press Powder 它就是蜜粉餅啦 它不是粉餅 它本身就是蜜粉餅 啊我皮膚不會出油啊 所以我不知道它控油的能力喔 大概以我的 中偏乾的肌膚來講 定妝效果很好 然後用起來不會乾 把我今天一樣會持續記錄 它的妝效一天給你們看 然後這個刷子真的超好用的耶 這樣滾 你就可以把粉上的人均勻 然後又不會太厚 這刷子我很 推薦購買 它又不會刺這樣 刷在臉上舒服 好我現在 全臉底妝上好了 你看不會厚粉 真的不會厚粉 可是你的皮膚質感很漂亮 然後對於整個 膚 就是你那個皮膚紋理的修飾力 很厲害 然後對於 整體的顏色校正啊 斑點修飾啊 都很不錯 就是以這種 兩三百塊的底妝來講啊 算是我用過最好用的 目前 好 然後因為我 趕著要出門我等一下要參加活動 所以我就直接化妝 化完妝之後 我們就在外面更新 我等一下就不回來給你們更新了 現在時間是 10點了 好 我要趕快化妝了 先掰掰 現在時間是1點48分 就是 距我上妝 我10點上妝了吧 到現在 3個多小時 快4個小時 你們看一下持妝度 維持得很好吧 這個持妝度真的很厲害 然後 這邊有一點點乾 當然我說過 我的眼下真的非常的乾 所以這樣一點點乾很ok 現在冬天嘛 夏天用的話 一定完全沒有人體 然後 這邊也還好 然後這邊有 一點點 小小的卡笑紋 因為剛跟別人聊天 笑很多 有點卡笑紋 也是還好 沒有很嚴重 那整個這邊的妝 都是百分之百還在的 完全沒有暗沉浮粉 脫妝 什麼都沒有 好 中間更新 等一下 我等一下就要回家 等一下回家帶給你們更新 好 現在時間是 下午3點07分 距離我上妝 5個小時了 底妝 幾乎是完好無缺 就我覺得 這個底妝它的持妝度真的很好 然後它對於整個皮膚的那個 修飾度 它創造出來的皮膚質感 我真的很愛 就如果你希望 比較是 再水潤一點的質感的話 你就不要再上蜜粉 或者是你上 稍微有點珠光型的蜜粉 那如果你就喜歡這樣 比較粉霧感的話 你就一樣可以 就像我這樣全套用 連它這個蜜粉也有 它這個蜜粉真的 我覺得表現非常的好 那目前我唯一有問題的就是眼下 可是 這樣真的還好欸 因為我眼下真的很乾 這樣真的還好就是卡了 我兩條乾紋而已 這種就是 這種粉霧型的啊 一定會卡我的紋 這個是 我沒有用過不會卡的 所以這樣真的是 很ok 那其他地方 都好好 完全沒有什麼 浮粉脫妝什麼 然後你看 臉部的那個遮瑕度 也都全部都是好好的 超強 欸 我忘記擦口紅了欸 好 沒關係 今天不是要看口紅 然後我剛剛啊 出門是去參加一個 活動 會參加直升秀的活動 然後拿到他們新的底妝啊 底妝我覺得 我要用用看團員跟你們講 可是他們出了一個粉底刷 看起來超厲害的 我先給你們看 這看起來真的超厲害 欸 他們新的粉底刷 來來來 我來打開 是長這樣 鑽石型的 背後這邊是鑽石型 然後他的面很大 他整個形狀就是 他 其實我覺得他的設計很像那種 就不是有像牙刷型的 那種很大的那個牙刷型的 他的設計很像那個牙刷型的 只是他的那個形狀又更好用 因為他這個形狀 你還可以去 貼到你臉的每一個角落 那 像牙刷型的那種 他就是一個橢圓型的嘛 沒有辦法貼到角落 那這個 除了有這樣子 很大面積很密的刷子 還有這樣子形狀可以貼到 臉的所有角落 看起來真的厲害 看起來真的超好用的 這個我也是之後 我之後再做實測影片 我去買那個 大的牙刷型的來 跟這個 PK試看看 就是 因為我今天去參加活動 他是有那個教育講師 他們 子孫心有教育講師 在這邊示範 在那邊示範這個啊 他示範的效果真的超好 可是 好 反正你們等我試用完 那現在目前是 更新 欸 剛剛說五個小時嗎 五個小時更新 那我現在有點累了 我要去睡個午覺 那晚一點 可能就差不多八個小時之後 再回來繼續跟你們更新 最後一次啦 現在時間 是 晚上的七點十八分了 就是距離我上妝 九個多小時了 看這個持妝度 嚇人的好 這個持妝度 我剛才睡了一覺 然後睡到這邊 老百一五 有一條白白的 你們看得到嗎 睡到 有條白白 好你們看我這個 臉頰這邊 這持妝度是百分之九十九吧 就一點都沒掉 然後遮瑕度也沒掉 就是什麼 我原本雀斑 還有這邊血管啊 什麼都沒有跑出來 然後毛孔也是 全部都還 隱藏得好好的 然後我臉上連腮紅都還在 我不知道是腮紅本身的持久力很強 還是它可以加強 你臉部彩妝的持妝度 那我腮紅是用NYX的 反正它就完全 一丁點都沒掉 連我剛剛睡覺這樣子 都沒掉 然後呢 T字也好好的 除了我鼻子泛紅 因為今天天冷 我鼻子就會泛紅得很嚴重 紅鼻子 紅鼻子跑出來 但這是我自己本身 臉部的問題 不是底妝的問題 然後其他 都沒有 就整個都好好的 然後我沒有出油 沒有乾燥的清新 真的很厲害 因為今天很冷 通常我可能臉會特別乾嘛 但它完全沒有乾燥的清新 這邊都好好的 我臉如果乾 就是這邊會長直的紋 然後這邊就是會 就是會看起來很乾啦 反正這個完全沒有 我臉看起來超正常 唯一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眼下 但是我的眼下是乾到爆喔 而且我眼下本來就有細紋 所以它就這樣子小小的 卡了兩三條這樣 就是卡掉我原本的溫度 它並沒有因為乾燥而造成 我更多的紋路 所以這個是 不乾燥 這個這樣子的情形是完全不乾 我連用那種 三千多塊粉底也是會這樣 所以它完全沒有造成我乾燥 然後 拉遠給你們看 就 完全好好的 你看整個遮瑕度 我暗沉啊 膚色不均 都完全都還是被修飾的 被遮蓋的 好好的 所以這個 這一系列真的太厲害了 那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其實是遮瑕膏欸 因為它的遮瑕度真的很好 我覺得它的遮瑕度 算是 中高度 沒有但極強 可是已經是中高度了 就像 一般人不會說 深到很誇張的那種 黑眼圈應該都遮得住 所以它的遮瑕度 非常的好 比很多專規的遮瑕膏 都還要好 但是它 卻 這麼的不乾 也比很多的專規遮瑕膏 都還要不乾 尤其是這種液態的 遮瑕度這麼好 真的是 超強 然後粉底液 也是很好用 因為它 創造出來的那個 皮膚的質感我非常的喜歡 那它整個修飾度 我也很喜歡 還有它遮毛孔的功能 我也很喜歡 然後它那個 很清透不厚重的感覺 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然後蜜粉餅啊 我也很喜歡 就這一 這一系列三個底妝產品 我真的都非常喜歡 蜜粉餅 你看我現在臉上 持妝度這樣 就知道這蜜粉餅的 持妝度真的非常的好 然後又不乾 我唯一不知道 就是它到底有沒有控油 因為我不出油的 所以 我能確定的是 如果你皮膚偏乾的話 用這個不會覺得乾 然後持妝度非常的好 一整天就是 完美無瑕 所以這個 這三個是我的新三寶 而且它們很便宜耶 這些粉底衣好像 和台幣應該是不到200塊喔 好像是5.99美金嘛 那這差不多200塊左右 遮瑕膏應該也是什麼3.99之類的價錢吧 反正就很便宜 然後這個我完全不記得多少錢了 就是我看到就抓 我根本不想管它多少錢 因為就是很便宜 所以這個 看到就是買就對了 那如果你要找代購啊什麼 他們還買得到的話 我也覺得 反正很值得啦 就是再加上代購費 應該也不會過到哪裡去 這三個我就覺得 推到爆 這三個東西我真的覺得 好值得 好滿意 買到就是好開心 大概算是我這一次美國型 買到最超值的東西 好 然後 我現在頭髮亂 對 你們剛剛看看想說我頭髮可怕 我只能 我只能就在家裡一樣 真的很冷 然後穿著浴袍 然後頭髮我會懶得重新綁 好 頭髮超亂的 然後背後也超亂的 就是我最近東西很多 我要慢慢收 慢慢整理 所以 背後超亂的 請見諒 好啦 以上就是 這個 Wait and While Bottle Focus系列的底妝 實測心得分享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現代時間 是 第 21